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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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广东人说的不是喝早茶 而是炭早茶 炭在环境中看不出来 我喜欢桌子间隔的 桌子间隔的幅度才叫做炭茶 当然我还要炭 有个房间 你先坐这边 因为广东酒家有很多年 但这边好像比较生厚 对啊 因为这个酒家的玩法 跳出了传统的广东酒家 等于有升级版 例如菜式有传统的元素 又加了一些比较时尚 适合双圈的接待菜式 这边是粗活生成的 刚刚跟店长讨论 其实这本菜牌里 大家说有三分之一的菜菜 是一些创新的东西 而且有些来到这一间的廣州酒家 才可以吃得到的东西 当然 也要试试她 也要试试她 或者阿姐推荐她 一些新的东西 有趣的东西 招牌东西 这一款叫做 黑鱼子酱蟹粉芙蓉蛋 但是你几十元 你买过煮水蛋 你会不会有点太过分呢 试试吧 各位,我不客气了 我试试吧 你一直以为是白色的蛋白 但是你再吃下去 你会发觉 应该不是蛋白 很轻型的 像乳酱蜂 很轻型的 入口后很轻 很快就没有 整个味道方面 用到蟹粉和黑鱼子酱 这种味道是鲜味的 我先试试一下 厨房大佬 究竟这是什么 一定不是蛋 但我吃不出 我完全吃不出 但是很鲜 相比起上一款 要猜猜一下 这个很简单 因为它的名字 已经告诉我 安格斯牛肉回雪梨 我喜欢它 它跟酸甜骨有相同的地方 它会用到水的酸味 去令肉本身入口之余 再化一点 再滑一点 再香一点 雪梨的味道 已经不会太甜 酸 不会有太重的味 但是 它很多东西都作用于花在牛肉上 你觉得我用牛肉 成为了绝对的担当 可以 这个比较多 你觉得它是什么 我觉得它是一个煎鱼扒 但是它的名字叫做 黄金汁乾坤豆腐 太甜 老 대박 这就是牛肉 是葡萄苹 威 lunch 妈妈,我猜吃什么 比较美味 最后一口 酸脆的菲皮 下面这一块 又是豆制品 我很怕说错话 是一个比较清淡的东西 和豆腐铛是一流的 因为无论如何 表面可能会有很多汁水 但是最后面 下面的豆腐的豆香味 豆甜味 才是我对这道菜 最喜欢的地方 黑松露民火小牛肉 很熟悉的味道 吃了口才发现 味道是鹵鹅的味道 鹵鹅的浓香 鹵鹅的鹵鹅 糊肉的味道 很美 算是一款很传统的食物 脆脆 酱汁很特别 很厉害的味道 而且这个鹵鹅的味道 很妙的 是内饭 再次用到豆制品 一些软熟的东西 让它搭配浓的酱汁 两样的味道 是可以变得开的 这次很可爱 这次不是吃早茶 吃早茶 不是那些东西 而是试过一些新东西 叫做伟上菜 每一样东西都在考虑我 每一样东西都在考虑我 每一样东西都在我之前 没吃到的搭配 那种新鲜感 也是很棒的 之余 它始终符合了 在我心目中的印象 就是一间很舒服 碳早茶的地方 这是龙虾汤 你的蛋白是怎么样的 我们每天早上 新鲜的凌鱼 每天固定 然后搭出去 买完就算了 但是这件事的说话 会不会那些年轻人 不懂得跟上 拍不拍 我们会跟林铭 给你介绍 跟林铭陪奔 这个东西 大致的原料 是怎么做的 对我大家的印象 是老字号 它的菜是分量大 所以 这次我们开了一间 富林东店 就想打破这个观念 被人眼神一亮的感觉 推出这些手工菜 比较多 所以这个很有趣 就是一方面要创新 但是你同时 又用一些很传统的东西 例如你所说的手工菜 最重要是 保留传统的基督掌 下面要有少少的创新 你把我感老鸿鱼也是 我今天把鸿鱿鱼是没有下肉的 我们是用鸿鱼 我们是用炒鲍鱼 和蛋白 蛋白 是 我的时候画得我以为是豆腐 很滑 真的很有新鲜感 对 就是有新鲜感 很一些新鲜感 需要改变传统的感觉 给人生鲜的感觉 很老 很舊 这些传统的食材是什么呢? 这些传统的食材是什么呢? 这些传统的食材是传统的 这些传统的食材是传统的 这些传统的食材是灌的 我们创作的食材是要经过市场调查 反馈之后再推出去 反馈? 是,不会说一做一个就立即推出去 各位,我们坦白说 这条片是一条叉翻的片 但是我不会死吹烂吹 有一些影片里面你肉眼可以看到 是值得你来的地方 比如说,我自己会好聚 它对于创新和传统的平衡把持 这个我觉得真是一种老字号 而又有想法的酒家 的餐饮才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我们是老字号 我们有几十年的经验 我们有很强大的团队在后面做支持 我们知道阅赛的真谈是什么 我们知道阅赛可以怎么玩 之外,我们因应市场的需要 来重新去转换去转型 去改变,去加,去减一些东西 做一些新派的东西出来 而这一套的东西 也不是乱来天马行空的 而是有基础和市场认识等等 这些东西不是我说的 是你们可以看到的东西 第二样是 延续了那种酒家的那种 喝茶的那种 炭的那种所谓的餐饮文化 它在当中可以享受到的那份炭 是我自己对老字号的那份追求 和我在当中得到一种很舒服的东西 再提醒你一样东西 就是说这一间的延续酒家 和我们可能你帮你开的那间会有不同的 它有很多的菜式是它独家的东西 是这一间的延续酒家才有 甚至乎是很多的菜式是它自己原创的 那这样东西可能我觉得 都是值得你过来试一试的原因 最后你记住姚戴七日 是全世界的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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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